好VGG 就是说刚刚AlexNet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 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长得不规则 就是说他说 我是一个变大的LearnNet 但是他那个感觉很随意 对吧 就是说这里加一点 那里加一点 就是说 那么你的结构不那么清晰 大家问了很多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 如果我怎么变深 怎么变宽 我都不知道 怎么变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 我如果想让变更深更大 我需要更好的设计思想 就是说我需要把整个框架 搞得更加的regular一点 这就是VGG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 他的想法就是说 你AlexNet比LearnNet更深更大 更好 那么整个深度学习 就是说更深更大 数据更多 就是现在就算是今天的今天 大家还是在干这个事情 你说最新的那些 GPT3的模型 都是更大 更深 数据更多 就是说发展了几十年 十年都是一直是这样子 可能未来今天还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VGG的人说 2013年的受想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怎么样更好的 更深更大 就它有那么多个选项 就一个是说你有更多的全联阶层 全联阶层是一个很贵的事情 它特别占内存 因为它很大 而且G3量也不这么便宜 第二个选项是说你可以使用更多的卷积层 但是你那个XNet的卷积层做的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它先把Net两个弄大 然后再加三个卷积层 所以这个东西就感觉上 你怎么再加新的呢 然后你把这个333卷积 然后再复制十项 这个不好做 所以VGG的思想是说 它想把这个东西组成一些小块 一些卷积块 然后再把卷积块挪上去 就是说你等于是你拼头高一样的 你说我先拼一小块 然后同样东西跟你重复几次 这个大家就是码砖不都是这么码吗 所以就是说它提出了叫VGG块的一个东西 就它其实就是AlexNet的那一个思路的一个拓展 这个例子 就AlexNet刚刚有讲过 就是三个连续三个卷积层一样的 就一模一样的卷积层放在一起 最后加一个持华层 VGG说我把这个idea拓展一下 就是说我允许你说做三乘三的卷积层 然后你的Padding等于1 就是输入和输出的高宽是一样 然后这里的话你要选多少个都行 就你可以重复N次 然后所以这是有N层这是第一个超参数 第二个是说你有M个通道 就是说你的输入和输出通道都是一样的 这里AlexNet是384 VGG说我可以让你配 你可以随便选什么都行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它又用回了 Leonet那个2全2的最大持华层的那个窗口 然后你帅的还是等于2 所以AlexNet是3乘3 他用的是2全2 所以这一个东西叫做一个VGG块 他的核心思想是说我用大量的3乘3的东西给你堆起来 然后再堆多个VGG块来得到我的最后的网络 所以他为什么用的是3乘3而不是5乘5 是因为他们发现是说他也试过用5乘5来做这个块 但是发现5乘5一面你计算量大 所以你可能得浅一点点 他发现是说在同样的计算的开销的情况下 我堆更多的3乘3的效果比你用少一点的5乘5的效果会好 就是说你模型更深 但是你那个窗口更小更窄一点效果更好 这是他们的发现 所以最后的最后就是VGG块 就是两个超N层通道数都是一样的 3乘3的卷积最后加一个最大吃花层 就是一个叫VGG块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的VGG架构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替换掉你的AlexNet 整个这一个卷积这一层的架构 AlexNet是一个大的Lanet对吧 所以VGG把它替换成N个VGG块 把你串在一起 你可以串不同的 不同大小得到你不同的架构什么VGG16 就16个卷积层 我都不知道 我不记得16是包每包好 我最后两个全年阶层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VGG10也就是多一点点就多加一个块 所以另外一个它还是一样的 最后是用了两个全年阶层4096 4096最后得到输出 所以可以认为VGG块 VGG对于AlexNet最大的改进是说 把Alex的这一块中间新加的这一块东西 抽出了一个模式叫做VGG块 然后干掉了前面这两块 不是那么规则的东西 使得你最后就是N块东西 串在一起就行了 OK这就是VGG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从90年代的Nernet 两个卷积层次化成 加两个全年阶层 到AlexNet更大更深 到VGG VGG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更大更深的AlexNet 对吧 就把你的中间那个新架的东西留下来 复制粘贴几次 把前面那几个卷积丢掉 后面还是保留 别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就是它就是一个更大更深的AlexNet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的进度 这是一个咕咚CV里面的一个Model Zoo的一个 一个东西 可以看到首先你的X轴是说 不同的模型它的每秒钟做Inference 它每秒钟能做个数 越到这边越快 你的Y轴是你在ImageNet上的Accuracy 越高越好 首先你看到是AlexNet 就AlexNet是它是很快的一个网络 它每秒钟能够做到这显示是大概是5000多次的样子 对吧 我们刚刚大概也是训练也是5000多 4000的样子 然后 它的精度其实不高了 它的精度是Top1的Accuracy 当然是0.5几的样子 0.56的样子 VGG对AlexNet其实提升还是很大了 但是它的代价是它会慢很多 慢个五六倍的样子 因为它更深了 第二个是说VGG你可以看到这个区间 这个大小是表示你的内存的使用 VGG是一个非常加内存的一个网络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越大就表示 占用内存越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是因为它VGG有不同的选项 你可以 选择你复制粘贴的次数 所以它有一系列的模型 有不同的模型 它的快点的模型 当然精度低一点 慢一点模型 大一点模型 精度高一点 所以这是VGG 所以可以看到是说 它确实还是能提升的AlexNet 对吧 它精度好了很多 虽然慢了很多 但是因为硬件一直在涨 所以问题不大 当然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还没讲到 这些东西我们之后会讲 说新的网络基本上跟它们比 新的这些网络VGG在性能和精度上都不占优势 但是因为那是最早的几个网络之一 那是13年的 我记得VGG是13年的冠军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16年17年提出来的网络 所以确实它也是一个老前辈了 OK 总结一下 VGG就是想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卷积块 来构建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它就是把AlexNet那一块东西给拎出来 做成一个VGG块 然后你可以配置不同的VGG块的个数 以及里面通道数来得到不同算法复杂度的变种 这一个思想在之后会被大量的使用 就是说使用可重复的块来构建深度寻求网络 这是第一个思想 第二个思想是说不同的配置 你买个车还有高配低配对吧 所以VGG也是一样的 之后很多网络都有高配版低配版 低配版就是跑的快进度差 大高配版就是跑的慢我用来刷榜 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影响了后面所有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设计